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我想大家都應該有聽過城管這兩個字的啦 原來現在又開始有新東西出來的 就是叫農館農業的農 近日大陸各地傳出了農館 但是有農民擔心這些農館會不會拿著雞毛蕩領戰 那執法職責以外的事會不會做出來呢 對於這件事農業農村部回應的近期網上 有人將農業綜合行政執法隊伍叫做農館 但這個隊伍就不是什麼都管的 他的職責主要是打擊假冒毅劣的種子、農藥、獸藥等等 侵害農業違法行為 就不會干預農民的正常生產生活啦 騰訊新聞的客戶端報道 中國社交平台近日傳農館這兩個字 當地都開始禁止 在訪前訪後去中掛中措有人講 當地農民打藥是需要向農館申請 申請完之後才可以打藥 更加有不少的農民就擔心啦 農館會不會成為那些拿著雞毛當令箭的人呢 就伺著自己是可以執法在農民身上為自己獲取利益 又或者執法自己職責以外的事 譬如一些農村生活啦 農民生活等等的事情上面 亦都會執法甚至出現一個聯收費的現象啦 甚至現在開始是有農民就將農館 同村幹部劃埋等好的 但是個報道就解釋啦 村幹部是村民選舉產生的 可以行使公共權力、管理公共事務 提供公共服務 村入面的大小事他都要管的 而農業綜合行政執法隊伍 只是去負責農業方面的管理 所以就不可能將農業綜合行政執法隊伍 就當做村幹部 同時也提到啦 農業領域的執法其實一直都有相關部門執行 只不過以前分了很多部門啦 譬如種子啦 受藥、農藥、治療、農機、動植物檢疫、防疫、農產品、 質量安全、余政等等多個領域 而今次這個部門成立 就將所有分散部門統合成為一個部分去進行執法 農業農村部法規司有關的負責人就講到啦 近期網上邊有人就將農業綜合行政執法隊伍 就叫做農館 就說農館對於農村的事什麼都管啦 這個負責人強調啦 這個農村綜合行政執法隊伍的職責 它使命就主要打擊毅劣種子農藥、受藥 這些侵害農業違法的行為 就不會干預到農民的正常生活 但是啦 網上邊有些鐵文提到 禁止、訪前訪後、眾瓜眾錯 這些就不屬於他們的執法範圍 而負責人也都介紹了 按照法定的職責 各級的執法隊伍就會看實 春耕、備耕、三下生產、秋冬種等等的重點、時點 也都會圍繞品種權保護、農資、質量、農產品、質量安全、動植物檢疫等等 也都會去查案的 例如山東省就打掉了一百多間的假售藥生產經營企業 抓到人員45個 涉及金額1.2億人民幣 四川也都查獲了一個面向全國24個省份 賣假農藥的特大制售假藥團火 賭破了它制假的窩點8個 如果是按照這一個所謂農館的負責人所講的內容 我感覺上是想保證農業的質量和產量 限制它們幾時就要趕快播種和耕田 不要用到假農藥或違規違法的影響到農產品的數量質量 比我感覺上會是這樣多些 但是網上邊亦都在流傳中 說不可以在家前面後面去中瓜中菜 它現在是否認了這件事說不在他們的執法範圍內 當然啦 現在其實你說它們的名字是叫做執法隊伍也好 什麼都好 農民都是當它是農館的啦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